不知道小伙伴们有没有再看延续攻略 的时候蒙过皇后和纯飞的CP实不相反 之前基罗是真的蒙过他们俩之间的CP的 因为纯飞轻力温而皇后又温柔大气 简直是让人觉得他们就是一对恩爱的情侣 不过看过剧透的小伙伴们也知道后面都发生了什么事 所以今天基罗就来跟小伙伴们聊一聊 后面纯飞和皇后之间所发生的故事 之前纯飞一直对待皇后亲热 无语无求的对皇后好 让大家都以为他暗恋皇后呢 但是后面的发展让人渐渐看清楚 和纯飞的真实想法 人家喜欢的并不是皇后 而是皇后的亲弟弟 御前是位傅恒 本来傅恒没娶妻的时候还好 纯飞属于一心一意 而对傅恒和皇后好 但是当得知傅恒要娶妻 并且他喜欢的人是宫女未落的时候 纯飞不淡定的 他不能接受这个结果 所以他需要报复妇查一家 而他能报复到的人 肯定就只有皇后了 之前所有的好 都是为了最后的背叛 他给皇后下土 伤害到了皇后的皇子 最后皇后痛斥爱子 也看清楚了纯飞的真面目之后 质问纯飞 为什么要害自己 纯飞回答说 皇后是比自己还要狠毒的人 之前乾隆喜欢另外一个女子 皇后不是也曾经狠毒的伤害了哪个女子吗 而他所做的 不过是跟皇后一样的事情罢了 他不喜欢傅恒和别的女子在一起 自然是要保护的 我会想起来